第三百六十五集 最初在西汉平地的时候 黄河汴水曾经绝口久不修复 到了建武十年 当光武帝打算动工治理时 俊仪宪令乐俊上书说 人民新进经历了战争 不宜征发摇曳 于是将此事作罢 后来便取向东泛滥 区域日益扩展 沿州玉州的百姓哀怨叹息 认为朝廷总在办其他工程 而不优先解救人民疾难 恰好有人向朝廷举荐 乐浪人王景 说他有治水的才能 本年夏季四月 明镜下诏蒸发一夫数十万人 和将作业者王吴修筑 汴区低安 从颖阳向东直到千盛的入海口 共一千余里 每隔十里修建一个水渣 使水渣之间的水流相互调节 不再有决堤和漏水的优惯 王景虽然节省 保存费用 然而仍消耗了数以百亿计的钱财 秋季七月二十四日 将司空服工免职 七月以为将大司农 牟荣任命为司空 此时 天下太平 无人服事摇曳 粮食连年丰收 百姓殷实富裕 股价每壶三十钱 牛羊遍野 十三年 耕武 公元七十年 夏季四月 汴渠制水工程完成 从此 黄河与汴水的水流分离 重新回到各自原来的河岛 四月初四 明帝出行 林姓行阳 视察水利工程 然后渡过黄河 登上太行山 林姓上党军 四月二十五日 返回京城皇宫 冬季十月任臣会 出现日食 土王刘英和方氏 制作金龟玉鹤 刻上文字 用作将为皇帝的天赐凭证 有个叫燕广的男子 告发刘英与渔阳人王平 严中等编造扶衬之书 许谋造反 陶庭将此事 下交有关部门追查核实 主官官员上奏说 刘英大逆不道 请将他处死 明帝因手足之亲 而不忍批准 十一月 废掉刘英王位 将他迁往丹阳 郡行县 赏赐五百户赴税 刘英的儿子女儿 当侯公主的 依旧享用原有十一 命刘英的母亲 许太后 不必上交她的印信受贷 留在楚王宫中居住 先前曾有人 暗中将刘英的逆谋 告诉司徒余言 但余言认为 刘英是明帝 手足之亲 不相信密报 即至刘英 逆谋暴露 明帝下诏 严厉谴责余言 十四年 新卫 公元七十一年 春季三月初三 余言自杀 明帝命令太长周则 代理司徒之务 不久周则又为太长 夏季四月十六日 将巨鹿太守南洋人行墓 任命为司徒 楚王刘英抵达丹阳郡后 自杀 明帝下诏 命令以诸侯之礼 将他葬在京县 将燕广封为 折尖侯 当时 朝廷极力追究楚王之案 一致连年不止 暗中的供词 互相牵连 从京城皇亲国期 诸侯周俊豪杰 直到审案官吏 因父从反义 而被处死流放的数以千计 而关在狱中的 还有几千人 当初 樊的弟弟樊伟 为曾为儿子樊 赏囚 娶楚王刘英的女儿为妻 樊听到消息后 制止他说 建武年间 咱们全家同受恩宠 一门之内 曾出了五个侯爵 当时 只要当特径的父亲一句话 女可以配亲王 男可以娶公主 但父亲认为 尊宠恩贵过度 就会成为祸患 所以不做这种事 况且 你只有一个儿子 为什么 把他丢给楚国呢 樊伟不听劝告 即至楚王谋反事发 樊已经去世 明帝追念樊 为人严谨恭敬 所以他的儿子们 都没有连坐 刘英 曾暗中将天下名人 记录在侧 明帝得到这个名单 见上面有 吴俊太守 尹兴的名字 便照尹兴 及其蜀官五百多人 到庭位受审 蜀官们经受不住 苦行拷打 大部分人死去 唯有门下院 陆旭 主部梁红 公巢 史四薰 虽受尽五种毒刑 肌肉溃烂 但到底也不改口供 陆旭的母亲 从吴郡来到洛阳 做了食物送给陆旭 陆旭 以往虽遭拷打 言辞神色 从不改变 但面对饭菜 却痛哭流涕 不能自治 审案官问 是何缘故 陆旭说 母亲来了 而我们不能相见 所以悲伤 审案官问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陆旭说 我母亲切肉 无不方方正正 切葱 也总是一寸长短 我见到这食物 所以知道 他来了 审案官将此情况 上报后 冥帝便赦免隐兴等人 但限制他们 终生不准做官 请不吝点赞免隐充